这个呢 漂亮一个地方就这样 这也是我回来这么久啊 最后就做到现在一个感慨 我们经常都很会发表paper 但是呢 我们台湾也很会发表paper 对不对 那么可以讲有没有在台湾 没有 台湾有没有发 特别大的发现 有没有 没有 2007年 有个叫巨磁组 他当上诺贝尔奖 那个时候我就很感慨了一件事 当初他发现巨磁组的时候 他说有个材料呢 有外加磁场的时候 店主会变化 他在什么时候提出来 1990年左右提出来 2007年就当上诺贝尔奖 你知道这个速度多快啊 但是那个时候那边paper 我有没有看到 有啊 我看到我说这个能干嘛 这什么意思啊 他知道啊 所以我没有投入这方面一样 但是全世界的人都跟我一样 很多人一看他就开始有idea 应当到怎么去 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常常很多理论提出来说 我们这个能干嘛 we don't know 对不对 马克斯威尔当初提出来说 啊 电跟只是一样 我提出个马克斯威尔奖 大家说这跟我们全世界有什么关系 有马克斯威尔奖 我们家的马可以不吃草就饱吗 不可能嘛 没有人知道干嘛 现在没有马克斯威尔奖 活得了吗 活不了 相对论提出来 那干我们什么事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怪典 就是说 有人发现一个东西 到底这个东西有什么好 我们怎么知道 所以我们常常是在什么时候 有人告诉我们他怎么好 然后我们在屁股在跟着他 他追 跟着他跑 可不可以有贡献 有 那就留个遗憾 什么叫遗憾 为什么 我不能够在第一个时间知道他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研究一些别人没有想过的问题 假设再更进一步呢 为什么他可以发现这些奇怪怪的东西 而且他呢 有没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第一个阶段里面 最开始的时候 看到一个 大家都还没有看到的问题 对不对 你比全世界都没人理你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做科学家的人 总是有个梦想 梦想是有朝一日 你可以发现一个东西 你能够在一片混沌当中 在大家还搞不太清楚的时候 你已经搞清楚了 起码找到一个目标了 假设很幸运这个目标 以后很有用 哇 那你爽歪了 对不对 我把这个称之为一个自由度 OK 我发觉我这个自由度一直展不开来 你知道吗 我很想要往前去 要不然我们发表了论文好不好 也不错啊 有没有贡献 也有啊 但大部分都跟着后面跑 那你说看这个能够干嘛 这个听完了 不要说听完了 刚刚大家一头雾水 对不对 看他们算来算去是在干嘛 闲来没事干 有人问那到底R是什么东西 那这个又是什么 什么face 这能干嘛 这能干嘛 你想想看 这能干嘛 我不知道 这也不知道怎么干嘛 把他给我丢到垃圾楼里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反正我们考试又不考这一段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厉害的人 他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跟他的研究会有点连接 他想 可以这样子用 他也没告诉我们是什么 那为什么不是我想的这个 为什么不能拿来试试看 对不对 没必可以做出很好的东西 OK 待会我们会讲几个例子 不会讲很多 OK 但是给他讲一点点感觉 先从这边来看看 假设这是一束光 我两端 经过这样之后 又把它搁拌起来 你告诉我 当噶玛变成180度的时候 这两束光在这边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互相消灭掉 好多费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 假设这是一个电子树 我把它分开来 一端有一个影响 一端没有一个影响 最后把它搁拌起来 结果他发觉 他们互相消灭 这代表什么意思 电子跑到那边 互相消灭 不见 物质有灭 对不对 因为他不见 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不允许这种状况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这个时候电子要跑过 这两个的状况的时候 一定有很大的干扰 不能够到那个状态去 他是不是散射的很厉害 电子不要不要增加 要哎 会不会有什么 其他好玩的现象发生 有哎 一大票哎 所以我们去思考 他到底什么意思 很多时候思考 我们都很容易碰壁 但是啊 我告诉你 好的报场 不在意 OK 我记得以前呢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跟我同学 最喜欢就是这样 看到一个题目 课本是这样子算 我们就常常在 谁规定 一定要这样算 我就偏偏要用另外一个想法 来想他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需要有个老师很强 他每次进去啊 今天要上什么 那上次上到哪边 好 那我们今天上什么 要用什么数学 你们点一个 点一个他就进行 OK 他就超级强 他从而不上课本内容 那是你家的事情 自己回家看 到我课堂上来 要全部看 然后我开始告诉你 他可以玩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全班98%的人都挂掉 因为每个人都在等着 老师教他新知识 老师觉得说 你们一天到博士班 自己念还不会吗 难怪我们退学率 高达50% 对不对 我的同学 一天到处在变 进来了十个 明年就傲得五个出去 OK 那到了后年呢 可能五个里面 又剩下三个 都是这样子 那所以说在那个状态下面呢 你的脑袋啊 会很火 压力大不大 大到惊人啊 要是我们说 上量子力学 我录影完了 然后以后规定 以后我上之前 录影都要看完 CD都要写完 都要叫上 然后我们再开始叫 你告诉我 大家会怎么办 压力好大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啊 在管理学院 这个叫做正常 我们学校每一堂课 也不是这样 大部分的课 管理学院呢 他是说15本课本 5本课本什么的 你暑假就要全部可以玩 上课就开始讨论 特案 特例 你不能说你没看完哦 没看完就被轰出去了 知道吗 一个学分怎么贵 一个学分1500块美金 你怎么负担得起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现在不小心要干嘛 不要紧张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人家知道 他可以干嘛呢 那是不是 我经验不太够 所以我不知道 举一反 但是举什么 反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安排这么多演讲 书报讨论 让大家去听 尤其一听 五分钟之内 全部摆平 睡着了 请不要吵到隔壁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你能不能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 我听不懂 但是我勉强听 假设我从听得懂 10%开始 Introduction听得懂 我叫周雄 OK 这个听得懂 5%了 OK 然后我慢慢的增加 师傅我的知识会增加 我的脑筋的想法会增加 看看他怎么应变 我们就可以学会上 OK 这一次我以前 学到最多的一个地方 我很感谢的 就是这件事情 真的可以看到 那些伟大科学家 对一些事情 看到一个现象 他脑袋怎么去试试 他给你的时间很短 五分钟 就要解决掉 你的问题 可能呢 他能回答你也听不懂 但是呢 等你想通知 你发觉他好强 我们希望大家都有这个能耐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呢 来看这些问题 假如说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个垫子在坐标中心 然后外面有个赤裳 价格也放 然后呢 他开始呢 沿着 一个轨迹运动 但因为刚刚算过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把答案抄一抄就 因为我讲的是相应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得到了一个 得到了一个 我看看 看到那个粘弹掉 真这个 太简单了 等一下我把新疆的笔记抓出来 好吗 抄一下哈 再说 再说 好 再说 我们先前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几个 这个是阿尔巴 我们可以想要知道 现在假设我们状况复杂一点 它不是这么简单的在这边绕 而是呢 它沿着这条路径在绕 所以就可能用一个Omega来表示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把它写成类似 它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角度Fida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角度Five 我就用这样的表示 它所遇到了同样的这个B over T OK 那这个时候 spin up 守抵抗于这个Perturbation的情况 OK 好 那我们很想要来知道 这个东西 Gamma到底是等于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进行这些运作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 要对着Space空间来做个威风 刚刚有同学问 R是什么东西 What is R 在这边呢 我可不可以想象成 这个就是空间嘛 实际上空间 因为它在空间当中 画出一个路径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10空间 那么10空间我可不可以 就很简单啊 根据这边我们先算这个吧 来 好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前面会等于什么 这是个球坐标啊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球坐标 OK 就是这个 带进来 带进来的时候 一看这里面只有θ跟φ的函数 其他通通都没有 对不对 那我这个R呢 根本就没有 因为等于0了 所以我把后面算了一下 第一个 前面R分之一 这个保留 然后呢 这一边呢 负的二分之一 是sine 就是θ 这是θ 再加上 R sinθ 0 i' x'i'i' 它可以写成这边 ok 好 然后我们就算到这个 然后把前面这个 再放对它夹起来 好,所以呢,紧接着再下一步 OK,我们要计算这个 这个夹起来结果呢,它会很简单 很直觉,请大家算一下 谢谢大家 所以我发现上面两个枪杀 我们只剩下这个 OK 我们就跟着这边 这个 我们事实上呢 这个看起来很像什么东西 很像什么东西 很像高斯定的一个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更进一步的 直接对它做个KURT OK 对它KURT呢 反正这边都是一样化呼噜 照样运作 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数值 最后会怎么办 所以 我们去计算 然后呢 就可以变成这样 OK R就可以变成负的二分之一 用这个带肩来 R点方 R 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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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会写成这样 好 继续下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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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觉 你会发觉它这个相位呢 你会发觉它这个相位呢 的差呢 就有metric phase 会等于这个扫棉过去的这个Omega REnica的二分之下的二分之二分之一 OK OK 它的确实呢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 所以呢你也不会说 只有这种固定的 才会算 纵使不是固定的 我们照样的会算出去 所以就相当于说 我们这个垫子呢 跟着这个外场慢慢的动 慢慢的动 动了一圈回来之后呢 差了这么多个响味 跟原来是不一样 好 那这个要干嘛 我们现在快速来讲一个立体 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上次又讲到一个 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 在量子力 在古典力学里面呢 一颗垫子 它能够跟垫磁场作用的时候 只跟谁有作用 垫磁场 跟反应磁场 对不对 它跟垫位呢 因为无法量的东西 我们只量得到 有感应力的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量到 磁位吗 量不到 但是量子力学 确实跟这两个有关系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 把这边的块 我们看看它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这边有一个线圈 里面有个磁场低 但我们知道外面的空间无穷大 这个线呢 也无穷长 所以外面的磁场呢 几乎等于零 但是外面有什么东西 外面有个A 所以假设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 有个垫子呢 它在这边绕 我们上次解过了嘛 对不对 有个particle带Q 然后它的半径呢 是B 在这边绕 请问一下我们怎么描述它 简单啊 Hermitonia 它一定是什么呀 OK 这个是Electric Potential 这个是Vector Potential Magnet OK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假设它这样绕 它感受到的A是什么东西 一定是跟它的Flux有关系 OK 这个冠镜是A OK 好 基本上呢 我们知道是这样子 所以啊 我们呢 就可以把Hermitonia 展开了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A是什么 A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phi的方向 A along phi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假设你要做任何 这个微分啊 因为它是A along phi 所以这个投影在它上面 也只有phi的这一项 有用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啊 我看看 我们的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简化到怎么样 只跟这个有关系而已 这样就好了 它本来是三个 OK 那我们就把它简化到这样子就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这样一来呢 我们上面Hermitonia 再把它展开来 放到Shielding Equation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边是2A H bar平方 over B 因为B平方 应该是这个 B平方 比phi平方 再加上 Q 大phi 2π B的平方 就是这一项 再加上 I H bar Q 5 π B平方 D over D 5 最后呢 为我们这个 作用 它一定要等于 这个 OK 那么 我们就来解解看 这个是什么 其实呢 可以非常快速的 把它简化 就得到一个 你在 应用 物理数学上面 应用数学上面 找得到的一个公式 所以呢 我们就很快的 就把它写成 跟这个长过英文方材 对这个长过英文方材 我们H bar 再加上 B B 所以这个里面呢 这个Beta呢 会跟B有关系的 是在Phi里面 Phi是尺通量 所以是什么 面积 乘上 B 对不对 面积就是 πA平方 嘛 那 F呢 跟能量有关系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呢 很快呢 我们发觉啊 这个呢 可以稍稍 这个解啊 马上就可以把它解除 可以写成这样 OK OK 是吗 然后E N呢 H bar 平方 OK B平方 N Q 5 over 2 I H bar 平方 N呢 会有0 正负1 正负1 这边你要得到N啊 一定要放入周期性边界 I呢 转到2π之后呢 回到原来的地方 好 这个一定要有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一颗电子 一颗东西在跑 假设N大于0 你看看能量立刻呢 能量本来是只有一个 你看这个 但因为现在 你有个电池 磁味加上去 它能量就分裂开来了 for N大于0的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啊 这个 Travel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而是 The current Current就是跟A同样的方向 OK 而且呢 这个时候有什么 Lower Energy 那么N要是小于0呢 就是电导 Travel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20的Current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有Higher Energy 也就是说 我这个呢 比如说有个电荷呢 它移动了这个方向 跟着电流一样 跟着A一样 那么 这个时候 它的能量会比较低 另外的呢 也能逆着这个方向在流呢 它能量会比较高 OK 能量会比较高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这样子来 来看看 这边呢 只是很简单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一般的Case下面 我们要怎么样来弄呢 一般Case For General Case Do you knowCase 是什么意思 你在这个地方 B is zero 就好像外面一样 But A It's not 它并不是零 OK 那么这个时候 你整个Shorting code equation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你可能有个未能V哦 在这个地方 完全不考虑未能V哦 对不对 我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呢 我要计算 随着时间的改变啊 我们这边根本就不管它 就直接把它假设呢 跟着时间没关系 就求其它稳定态的解 但是我想知道 它的变化过程当中 我就要这样子解 结果这一看 哇 这这么简 这看起来就乱复杂的 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变数变快 有人告诉我们 可以用变数变快 Assume 它呢 可以写成一个 变成另外一个 有Plum的 记住哦 这个Plum并不代表微分哦 我们只是给它的 Super Index而已 那前面的乘三 Expensal I G G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 我们待会会把它求出来 假设是这样子呢 我们把2带到1啊 经过作用一下 其中G呢 我们有个定义室 它发觉呢 G可以写成这样子 它会从起初的位置呢 沿着A 积分到R的位置 OK 这个叫做G 这个是第三个事情 记住哦 这个是有条件的 装在下面才可以 好 This is valid Only when Curl A呢 可能 一定要要求有这个条件的时候 它才可以 我们先考虑这个条件 我们把这个2带到1里面 我们算快一点 2带到1里面 我们就发觉 我们这整个式子 可以简化成什么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各位你看看 这有什么差别 这个里面还包括A 包括 哦 好复杂 这个呢 A不见了 这个好解多了嘛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我们要解 这个一般的case的时候 我们先解这个 解出来的这个Pasite Plung呢 丢在这边 再承担 承担同学Ig G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看原来的解 就可以完全解出来 OK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 好 那么这样子 我们要看 所以现在呢 这边的状况是多 这边过程啊 很多过程 你们必须要回家自己手 给我画一张图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 为了要加快速度啊 我这边啊 到了很多个步骤 OK 反正各位回家稍微做一下 我突然间有个地方呢 有一个这个 然后我的垫子呢 当然了 这个时候呢 我的A呢 一定在这边 对不对 我有个垫子呢 跑过来了 跑过来这边的时候呢 它呢 有两种路线可以跑 第一个 我可以穿过它 从这边 或者从这边 最后呢 我又去前 所以就代表我这颗垫子 有两个几率 第一个我可以从右边绕过去 第二个可以从左边绕过去 请问一下 这个电子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所以呢 这个有一个人呢 他就是提出这个概念的 Ahal North End Bond 他就计算这个 这个 Case 他把G啊 算了一下 G就是右边的这个 对不对 他有点Q over H bar A dot Y 那 都可以知道 他的状况啊 所以呢 这边呢 A呢 前面已经告诉我们 他会点这样子 所以呢 里面会点R分之一 R呢 路径回程 最后我们还记得 Q over H bar 然后再去 OK 所以呢 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正的 就是什么 Electron Travel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Fu的呢 Opothite OK 当两个病 Combine之后呢 我们发觉 他会有个 Face Difference OK 他有个 Face Difference 而且这个 Face Difference 跟着谁有关系 跟着这个Five有关系 跟着B子有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 两次知道 这个电子绕过去的 一些 干涉的 一些现象 什么东西会有这样子 很多东西会有这样子 有的呢 还更复杂 比如说呢 我们要是有个材料 平常你通电流 电流就流嘛 对不对 他会有些电阻 是因为你撞到人家 好像你开车 撞到一根树 你当然知道 弹开来了 现在是钢线 所以他有些电阻 但是没关系 那些就直接想转 但是呢 假设这边有个杂质 磁性的杂质 磁性杂质 是不是他有个 有个spin 他有个magnetic moment 他大概可以指向任意方向 我现在随便画一下 那电子流过去的时候 那电子流过去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 它有这个基础绕过去 有另外一个基础 可以绕到另外一边去 对不对 最终你都要走到这边来 这两种绕法 会给你一个想法 就导致于你在传输性质上面 有很多很特殊的性质 会出现 这些特殊性质 就是以前没有了解到的一些事情 ok 那么从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 它这个电子流 根本的持续杂质 有什么东西 ok 为什么做这个很重要呢 我这个只是举个例子 我只想举这个 因为这个我比较熟悉 ok 假设我比较不熟悉 我就没办法做 我们常常想一件事情 我们的现在的电晶体应用 都是应用到电子的charge 有没有哪个电晶体 管那个电子怎么spin 有没有 没有 我们只管它charge 不管是你现在随身跌什么 都是charge 但是你spin没有用 太可惜了 对不对 你老爸给你两亿元的资产 你只能动用一亿 那另外一亿不准动 那更给你一亿还不是差不多 对不对 你底部除了可以号称 你有两亿之外 没有什么功能 但假设我们可以用 不是很棒吗 然后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磁性材料里头 电子在流动的时候 这个spin的方向可以维持 它当然要维持 为什么现在电晶体不用 因为它撞到最后面乱掉 不能用 所以假设我能够让它维持一定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特性 比如说用它来发光 它一定发出右旋光 或者左旋光 看你spin的方向 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其他的component 就可以发出左旋右旋的光 那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但问题是 磁性材料跟现在的半导体 不杀 你要是长在我上面 我长在你上面 Chemically 你把我载掉 我也把你载掉 结果两个都不是 就完蛋了 所以常常很多人就在想说 我能不能在半导体里面加一些磁性磁性 让电流流过去的时候 影响了它 那么它可以排列上去 但这个时候状况就非常复杂了 因为电子绕过这边跟绕过那边的结果呢 两个相对不一样 那你说最后一大堆电子这样绕过去 跑过去 结果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更复杂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概念用进来 OK 就可以了解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那让我们大家了解 同样的在超刀体一样 超刀体里面呢 常常我们工作的时候呢 超刀体本来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呢 电阻直等于零 它没有电阻 没有电阻太棒了 它不会消耗 但是问题是呢 我电流的时候 自己本身会给一个磁场 电流本来就会成分磁场 所以它有些地方啊 会被磁场败风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 我这边放一个原住状 然后我的 COOPER PAIR的电流开始流 请你告诉我 它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一流过去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行为上面的不一样 当然那个时候的电子 就不是像我们这个垫子了 它是两颗垫子一起 所以更复杂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给大家看看 我们真实的状况里面 很多地方 可能用得到 你现在用的机会不多 但假设你跟你老师 研究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要用到的时候 或者有类似的情况 这个就会走出来 那你已经了解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很简单的 上台就上台这边 好 有问题留下来问 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消费